欢迎回来我是赵婷 哎呀这些妈妈们呢 我想很辛苦 所以我们没办法连线到医护人员 因为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我们来连线一个妈妈 可是呢她看起来不像妈妈 因为她身材超好的 欢迎小妮老师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小妮 小妮老师最前一阵子出了一本精油的书嘛 是 对不对 就是告诉大家其实精油按摩啊 还有一些精油的好处跟用处 是 那事实上我发现小妮老师 事实上你是有很多武功的 武功 就是十八班武艺 哦我以为你会帅 你说我是中国舞的武功 这个我也会 啊中国舞也是 你小 我也会 你以前是跳舞对不对 对我是科班出身的 哦 所以大家可以去你的网站当中 你就会教大家一些 我永远做不到的动作 没有 我有一些动作其实我蛮多动作都还蛮简单的 哪有 很难做 等一下你教大家就是我们什么眼睛操啊 然后广播可以做的动作 OK 那你现在几个小孩啊 我现在两个 一个五岁的姐姐跟一个两岁的弟弟 哦 五岁的姐姐跟两岁的弟弟 可怕 对可是因为他们是幼稚园 对 但是为什么我在你网路上看到说他们还有用日文要上课 五岁的姐姐已经在上幼稚园 他们幼稚园就是还是会有线上课程 就等于说是停办不停学 哎真的 哎真的很夸张耶 我有看到那个 就是大家接下来说幼稚园还要连线上课吗 小孩子根本就是在电脑前面没有办法做超过十分钟吧 尤其又是看上课的东西 如果说今天是看那种卡通影片的话 他们可能还可以做个半个小时都可以 你知道像我女儿啊 他们真的有好多的那个软体哦 像Zoom好像 还有Google Class 对不对 Google Meeting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反正另外一个软体啊 我忘了 我们主要也是用这两个 就是他的那个学校的话是用Zoom 那如果说是舞蹈课 我们还有芭蕾课哦 芭蕾课就是用那个Google Meeting 可是学校是不行 如果说台北学校 因为Zoom好像有 以前说有一些些什么 有限制 对 那我女儿的补习的英文 她就是有自己去买那个版本 她就可以玩 可是说实话哦 这样子 他们的眼睛 我真的很害怕 是啊 小孩子看眼睛 而且我原本是想要把它接在 就是投影机上面 然后放在那个墙壁上 让她看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有一些 会不太清楚 口 嘴型会不太清楚 后来我还是把它转回到 就是电脑荧幕 那小孩子看久 其实我在看她揉眼睛 我就觉得 哦我的妈 可是还好就是 他们的课程都是只有半个小时 我像我们女儿的国语啊 老师很很利 很棒哦 就是他们已经操作到 老师有写一封信嘛 我有贴在我的Facebook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感动 老师就是他 他也很紧张 没有看到小孩子 老师真的非常有趣 然后他 因为他们进那个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里头 其实老师会把一些教具 或课本放在上面 我觉得老师好厉害的转换 然后他还可以写那些练习题 在上面 然后他还可以看到小朋友 他们的也是主题式的教学嘛 因为我女儿也是主题式的教学 所以他就是每一个礼拜 都有一个主题 我们幼稚园可能跟小学不一样 因为小学还是有进度 我们幼稚园有进度 真的照表超客 还有科学啊 数学啊 逻辑什么都有 你知道吗 他半个小时的线上课程完之后 我还要再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继续教 因为小孩子听不懂 那我们就要跟着教 所以等于说我跟小孩子 整天都在电脑前面 对啊 可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念的幼稚园 就是 玩开心最重要 对 因为我当时帮我女儿找的幼稚园 就是吃得很好 是阿姨自己煮的 然后地方很大可以跑 因为我们女儿比较瘦小 所以可能每一个妈妈的选择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谈过嘛 其实这样子的上课 对于有一些弱势的孩子 或者说家里有很多孩子 有点不公平 对 我觉得我都冷落到我儿子 不是 你想家里如果三个小孩 家里后只有两台电脑 到底要怎么办 这也是一个问题 可能就妈妈还要再去买一台电脑 生一台电脑 然后妈妈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女儿四年级都还会自己进去 妈妈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 要等老师那个密码号码 对 或者是网络连结 你就把它连进去 对 连到中间他会跟你讲说 哎妈 这怎么断掉了 断讯 对不对 然后你要跟他说麦克风要关掉 视讯什么关掉 对 然后现在小孩很喜欢弄背景 对 你在上课的时候 后头可以弄一些背景 那我们女儿的老师就很幽默啊 有的小孩一面在看书 一面就是忘了 就把手放在某个地方 老师就会说 请小朋友不要把手放在鼻子中间的小圈圈 鼻子中间的小圈圈是什么 鼻孔 好幽默啊 然后我都觉得好好玩啊 然后我真的很不想 你知道我们家那时候好混乱 我先生在那个房间书房 不是他在上班啊 他也是要连他的线啊 女儿在客厅啊 我们家狗好无奈啊 我就觉得说 怎么都没有人理我 明明全部都在家 大家都在忙各自的事情 可是没办法 对没办法 而且其实如果说 现场课程也要 就是我们 除了小孩子的服装 也要整齐 家里的人服装也容易要整齐 不然的话很容易会照照 不该看到的 我是还好 那天因为我女儿都喜欢 能不能跟睡衣啊 不是我女儿都习惯 把那个摄影机关起来 所以那天呢 我是真的拿了一个面包 拿了一杯咖啡 在那边凑着看 他就跟我说 妈妈我今天摄影机有开开 所以老师就是看到 我拿了一个面包 然后蓬头贡面的 然后再看老师上课 好尴尬哦 那你两个孩子 一个孽幼稚员 一个才几岁 两岁 那你怎么处理啊 你平常都是把他们 送到突而说吗 没有两岁的就还在家 三岁我才会让小的上幼稚园 这样子 所以两岁的就还在家 那如果说再上线上课程的话 两岁的就让他在客厅玩 那对啊 所以对你来讲 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影响 超大的困扰 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的事情 永远拍在最后面 嗯 对 所以就像我自己 我等于说我还要 除了说 因为现在 那时候也不能够就是 到外面去买菜嘛 菜市场买菜 超市买菜 所以我们也都是线上在购买 所以等于就是网路用量 真的就是很大 那等于说就是 我除了说要负责 就是要负责 大的线上课程之外 然后他下课之后 我还要继续教之外 我还要在另外在就是搞小 弟弟的 弟弟是他有时候也要赔完啊 也是需要妈妈的包包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我自己的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买菜 就是你还要线上找菜商 然后果商 然后那时候就是又缺水 那菜商果商 有的根本就是要半个月后 你才送得到 才送得到菜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选择的时候 以前已经不是我考虑的重点 我重点是送来的时间 有没有办法衔接上 家里用菜用碗的时间 然后到最后晚上 好不容易把这两个小孩子 弄到床上去睡觉 就坐下来 在电脑前面 我自己的工作也要做啊 因为我平常就是 都有在播 拍运动影片 也要拍啊 然后隔天 一大早的线上会议 也要进行啊 所以等于说 停课不停学 对于小 对我们大人来讲的话 其实妈妈更累 你爸爸咧 你先生是干 这是什么 我先生是兽医 所以他都早出晚回 帮助一些小动物 对不对 对 所以等于就 我也是算是伟单亲嘛 所以整个家里就是 变得非常的热闹 然后整天就是 我自己来这样 真的是很辛苦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一个疫情 改变了好多人的生活 那待会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待会呢 欣赏你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家里头 有没有可以 怎么样做的运动 好不好 就是透过广播 让大家来动一动 休息一下 马上会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小妮老师 小妮老师是二宝妈 同时呢 她也是一个很厉害的 这个舞蹈老师 她有拍很多的影片 我最近在那个网路当中 放了一个 就是请大家说 妈妈最常听到的 最近的话是什么 大部分小朋友都会说 妈我好无聊 妈妈过来一下 妈妈我跟你说 妈妈你来一下 妈妈午餐吃什么 晚餐吃什么 妈妈你看 妈妈 Google Google Meet的代号是什么 被崩溃耶 真的是 就是 她一直叫妈妈妈妈妈妈 下次可以看 各位叫我小姐好了 我会比较开心一点 都是叫妈妈 对不对 所以妈妈的耳朵 可能现在就是要说 停课不停学之后 大家就发现 老师好厉害 好佩服老师 很多妈妈最珍惜的就是 老师连线上课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妈妈就可以稍微去洗个澡啊 好 去做一些事情 对不对 我没有啦 我也要陪课 不然小孩子会分心 幼稚园 他怎么可能就是乖乖 待在电脑前面半个小时 他可能就玩自己的手啊 不然就是可能就是要去碰荧幕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跟他讲说不行 然后他说他专心 不然眼睛就乱开 你就让他玩自己的手有什么关系 他只要不要移动就好了 这样就没有听到课了 那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 我女儿啊 一面上课一面在抓自己的脚压 我都觉得没关系 他只要不要移动到别的地方就好了 真的还讲 我算是比较严格的 因为像他们学校都还要在拍影片 不是 你小孩才幼稚园 你这样严格 你严到最后他们会受不了了 如果他 可能每个小孩不一样吧 如果我对我的小孩 他这个小孩如果不严格的话 他真的就是全部都白烂 所以我需要就是真的就是要盯紧他 他才会就是一直往前走 因为他的名字 他小名叫等等嘛 我真的是觉得当初真的是取错名字了 他叫等等 一直都在等 我一直都在等 等一年嘞 又等一年嘞 一直在等这样 来 听前奏 我唱两句这谁唱的 等一年嘞 又等一年嘞 不是我爱听你 我有网路 这不能唱 你听不 你不知道吗 我有听过这首歌 而且我有表演过 小时候 提示一 提示一好不好 好 他念基督书院 对不对 我有讲 没错 提示一 提示二 提示二 他也有跟运动有关 运动有关 健身房啊 运动有关 我现在查到是我时封耶 不是女生 好难哦 好第三个提示 他以前的艺名是两个字 现在是三个字 请大家留言在我的 还是我讲错 我应该没有讲错哦 谁唱的 好 好 回来回来 那个小妞老师 先不要想谁唱 我等一下公布 你先跟我说一下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运动 现在我们怎么做运动 我查到的是苏睿 是吗 当然不是啦 你这样曝露出你的年纪 你还讲苏睿 我这网路上面查的 我现在前面有电脑 我赶快查 不可能 对 好吧 那就算了 好 我先教第一个动作 你刚才查的那个不是原唱 原唱是个女生 她本来是两个字 现在改名三个字 然后她跟健身房有关 她念过基督书院 健身房有关 好 在ending的时候 跟大家公布 你先教大家怎么做运动 好啊 我现在想到第一个动作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公园的老人 都会做的运动 就是甩手 之前跟我妈 我之前对于这个动作来讲 我没有很大的一个感触 我觉得就是老人 就是手是往后摆动 那有时候我妈就跟我说 我这样每天都摆动个一百下 我觉得我的手臂变得比较结实 我想说 那我也来试试看好了 最近我也开始在甩手 就是她手掌成手背状 手掌成手背状 对 然后双手臂自然放松 接着从斜前的45度 开始往后摔 等一下 手掌成手背状 就是稍微有点像 三角形 三角形 对 手背就是可以 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 沉水的时候 然后就是会把手 你说45度就有点像 走路在扭吗 对 可是身体不动 身体不动 对 就手往后摔 然后你在往后摔的时候 你的手背 也就是你的手掌 手掌心要朝正后方 对 我就每天这样摔 可是因为我们 已经是运动的身体 运动员了 所以我的次数 所以我的次数就会比一般人还要再多一点 我每天甩来200下 我发现二头肌变得更明显 那所以一般人来讲说他一个单位要甩几下 大概差不多50到100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在做这个运动之前你肩膀你要稍微先伸展一下 肩膀伸一下 不然很容易 搞爆甩太用力 怎么伸展 就稍微耸肩放下 对 然后肩膀就是像顺时钟啊 也就是说你可以向后转 哦 肩膀往后转 对 然后肩膀向前转 其实你知道那个停课不停学的第一周 嗯 就是五天之后的礼拜六那一天 我的左手是完全举不起来的 为什么 我觉得是压力 哦 因为小孩都在家 对 后来慢慢就好了 我因为我后来发现说我泡热水的时候呢 那反而就不会痛 因为水里头没有重力嘛 它浮起来我就慢慢在睡里头附近 就习惯 所以我想最近很多妈妈一定很多筋骨痠痛 还有就是会就除了筋骨痠痛之外 就是晚上睡觉时间会变更晚 因为都在喝酒 嗯 真的 那是你吧 没有 我有个酒商朋友说他发现就是疫情之后 他的那个销售量变好 哦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聊 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 今天现场是晓妮老师 那晓妮老师刚刚讲压力很大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啰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妈妈有压力的话其实可以做运动 可以用更好的方法 好不好 我刚刚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丹吉雷雷雷呢 其实原唱我讲错了原唱是陈晓云啦 陈晓云 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小时候知道的是那个Sei Yachi的李嘉李爱琪 就是我的印象是他嘛 所以我刚刚一直跟你提示就是三个那个提示 那事实上可能原唱 因为那个年纪的关系 也比较久了 陈晓云 不过很多人唱过像黄思廷啊 罗石峰啊 很多人都唱过 因为这个很轻松 很好听 好刚刚有讲到就是甩手嘛 那除了甩手之外呢 这个好像是上半身的运动 下半身或者是说我们常在做办公室的话 要做什么运动会比较好 如果说是坐在椅子上的话呢 你可以把你的臀部坐在椅子的前面三分之一的部位就好了 不要坐满 对不要坐满 然后接着挺胸把你的小腹收起来 好 收起来了 对肩膀往后 然后感觉你的头好像快要碰到天花板 头要碰到天花板 就往后 感觉 好往上一样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你整个脊椎都被拉直的感觉 有 有 好然后接下来呢把你的双手呢可以稍微先放 放在你的椅 椅垫上面 椅垫两旁 好 两边 好放好 放好了 对放好之后呢把你的两脚弯曲 两脚弯曲 可是我坐子耶 稍微弯曲一点 对就变成是大腿跟小腿是层90度 对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看可以就是比如说夹中间夹个小抱枕啊 或者是加个保特瓶的水啊什么都可以可以增加你就是大腿捏测机的一个重量 然后之后夹紧之后呢你每次只要稍微每次只要吐气就把你的大腿往上抬一下也就是让你的双脚离开地板 然后再把你的脚放回 等一下 双脚弯开地板 然后放回 对 吐气放回 吐气的时候放回 所以你可以在往上的时候 我大部分就是会让学生做个20次 所以就会一 二 就会有吐气的感觉 所以 就往上 我发现因为我现在没有夹东西 没有夹东西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如果你夹了一个东西 其实是能花比较长的力气哦 对 所以你的大腿内设计就会更加的用力 然后这个动作的话除就是我们的下半身 除了我们的肚子之外呢 我们的臀部其实我们也会有夹紧的感觉 那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腿 运动到大腿的部分 对 好这个也是上面甩手 下面就是做这样一个动作 是的 这样子可以抑制食欲吗 有没有什么样方式就是你做运动比较会不想吃 因为很多妈妈会说 哇 这次疫情关系在家吃好多 如果说运动 抑制食欲 抑制食欲 好像很难 要靠心智 要靠自己的 要靠自己的意志力 对 不要说你动了一下子就开始又去吃东西了 那就没有什么用了 那这个是肩膀啊 那如果说有些朋友想说 我希望我的腰稍微有点瘦一点 有些妈妈们啊 生过小孩肚子有点大 我要用什么方法 我看你网路上头教大家的都有点难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如果说像现在我们坐在椅子上的话 也同样是像刚刚一样的 就是预备动作 也就是坐前面三分之一 大腿合起来 然后接着把你身体往上之后呢 你先鼻子吸气 吸气 嘴巴吐气之后呢 把你的肚脐以上向右边转 肚脐以上 对 向右边转 就是上半身 向右边转体 对 那向右边转体 你的左边肩膀会朝着膝盖的方向 对 会朝着左膝盖 那也就是把你的右边肩膀再往后多一点 让你的整个身体都朝向正右边 做一个身体凝转的动作 但是不能驼背哦 你还是要把背拉直 对 然后做这样左右转体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左右转体 比如说我左边转向右边 我要停个三秒钟 再回来吗 嗯 可以 嗯 撑个大概三到五秒之后 然后再深吸一口气再回来中间 再回到中间 然后呢 再深吸一口气 换边 对 诶 其实这个做 在上班族的时候也是可以做 对 这个的话是脚合起来的 你同样这个动作 你脚打开也可以做到 嗯 对 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那脚打开的话 又会训练到我们的 就是 大腿 两只脚的大腿 这个就算全程性运动了 哇 单行的运动 好棒哦 好 这是妈妈们或者上班族 可以做的运动 最后那小妮老师再跟我们说 现在孩子们都在家里面嘛 好 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小孩子互动 像我 我现在就让我小孩爬那个墙 你知道吗 就是 爬墙 走道不是有墙吗 走到 就是房间跟房间中间不是有一条走道 我们家是有走道 我就想说他实在没办法运动 我就叫他用手这样往上爬 爬到最高 然后再爬下来 你是说就是右手右脚是右边的墙壁 对 左手左脚是左边的墙壁 对我就让他这样练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这边有一块墙壁 我就 放着瑜伽垫 就叫他 翻滚上去 把脚 就是踢上去 或者是在那边下腰 不然没办法 对不对 真的要消耗小孩子的 小孩子的身体 那你那个有没有什么方法 小孩子可以消耗一些体力 小孩子 因为我们家有楼梯 所以我都让他跑楼梯 还有就是让他学习着擦地板 做家室 对 你家是楼中楼 对 所以擦地板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且其实很多小孩子 以前小时候都被抱了 抱很久 爬的这一段 时间不够 你爬得越久 你的就是 对于脑部的发育是越好的 对 所以藉由擦地板 不仅家里头会干净 而且可以让小孩子多运动 让他参与一些做假事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小妮老师 介绍这么多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订你的 那个粉丝团 专业 好 你的粉丝 要不要介绍一下 我的粉丝团IG都是 我的名字 杨心玉 沐浴阳 心是一个日 再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玉是 炎字旁愉快的鱼 好 就去订老师的粉专就可以了 也别忘了也帮我按一个赞 好 谢谢小妮老师 谢谢 拜拜 好 欢迎回来 刚才跟小妮老师呢 跟大家聊一聊 不知道你们跟着我们做一做运动呢 其实 在 这个疫情当中 相信到未来 看起来好像似乎就是 我们还是要谨慎好一阵子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 稍微的可以改变一下 上课是没办法啦 没有一定要用iPad或者是电脑 但是有时候还是要珍惜一下自己的眼睛 像我最近就帮女儿订了很多的书 我觉得呢 看书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不管是在台北的一些小朋友的一些书店 比如说像是青子天下啦 小兵出版社等等 我想很多什么小行星等等 就他们其实除了一些书籍在打折之外 他们在网路上也有开放一些 就是以前的影片 就是你可能要加入会员才可以看到的影片 我觉得还很棒哦 因为里面内容很很多 那甚至有一些出版社呢 还会把一些比如说 像我女儿五年级 未来要学的什么大航海 四期什么等等的 一些影片都放在里面 那也有很多的书籍 现在可能很多人不敢去图书馆借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可以凑趁着线打折的时候 买一些书来看一看 当然未来我们在节目当中 还会介绍一些很棒的读者 跟大家分享一些心情 有的时候似乎从书籍当中 可以让自己的心情会培养的更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当然最近有做一些些的统计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参加那个什么票选 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统计 他就写说 疫情当下我们来统计 你跟家人跟朋友的关系 就是你跟家人的关系更好咯 就勾选这个 你跟家人的关系维持不变 你跟家人的关系变不好 还有你跟朋友的关系变好了 你跟朋友关系维持不变等等 那你要投票才可以看到那个结果吗 我就去投票 就发现说 很有趣 我一直以为说 因为我想说这个疫情当下 会不会很多人跟家里的关系会变好 或变不好 应该是这两个 就是藏在一起 所以就会吵架等等 没讲到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 跟家人的关系维持不变 然后跟朋友的关系 也是维持不变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起码我们的心其实是还蛮坚定的 那当然 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很多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民主就是这样 就是尊重别人的意见 不要谩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那也希望大家很快 开心的 就是比较健康的度过未来 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时间 当然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 所有在第一线帮助我们的 不管是医护人员 不管是志工 或者是奉献自己心力的朋友 你知道 面对那种看不到的一些细菌跟病毒 事实上很多人是恐惧的 可是在他们这个医护人员 专注的这个工作当中 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他们要做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够康复跟变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然后把自己小孩顾好 不要让他们随便乱跑 然后能够多一点正的能量 然后尊重各种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当然我们休息一下 在第二个小时 我们还是会来关心 劳工朋友权益的时间 在这次疫情当中 很多的劳工朋友 或者是农民朋友 或者是说一些服役的朋友 其实遭受了很多的这个变故 所以待会我们来听听看 在这个劳保局的这个方面 对于未来 对于劳工朋友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保障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跟大家聊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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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